你生宝宝的时候害怕吗?网友,开头很恐怖结局很美满,我似是家无婆的我儿,当时无任何破水见红公缩,大夫让住院,第两天催产,真还是疼不起来,我受不了疼毅然决定哟。 打开肚子的同事大夫们都惊呆了,没养水了,后来看病例养水50毫升,后来听傅佑妹妹说就在他们都是挂的粉,想想很后怕,也庆幸当时自己那么坚定,没有继续听大夫低催踩针。 我家大宝抄了两个周,直到肚子疼了才去生,二宝抄了17天,现在二宝都快满月了,因为我月经没有规律,最后还是等到肚子疼了才去,宝宝什么事都没有,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医生说的话,反正看刺头条都说得很恐怖。 我同时二胎一次都没去检查过,觉得自己有经验,预产息抄了也不去检查,就等着包坐再去,去一检查医生,就说娃已经不行了,早点来就好了,好像说宝宝已经在洋水里拉巴巴了,洋水脏得不行,抛出来医生就说得没救法了的,他还是坚持要医生救,最后也没救回来。 他要三菱的人一个月,我再见他只有百把斤了,把我吓了一跳,老了起码八岁的样子,他说他想不胎又自责吃不下睡不着的,我家宝宝也是到预产期还没出来,啥动精也没有,去医生说一切都好,到四十一周还没动精就,偷腹吧,三月七号还和老公去检查的。 我就顺随说个一句,明天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生出来,万一是男孩就年年和妇女节一起或笑哭,果不其然,三八岁那天早上五六点肚子就开始疼,中午十二点多就生出来了,月下期不是绝对准的,我三十八加三,在家肚子疼了两天去的,因为是二胎也有规律公缩到就瘦了, 结果我就每天熬着每天疼就是不生,开心起血流都正常,公所规律,找了医生几次希望给用品要医生,都以没到预差期不能用药干预为由不理,我累奔累奔累奔,一直到三十九加三就这么又疼了一个礼拜,生的时候一破水医生就大喊,快点处理这个,羊水三度,我在产床上就祈祷了啊, 我的宝宝千万不要吸入羊水,不然就麻烦了,生下来还好没有吸入,万一点就收不准了,一有情况必须要去,我当时怀孕三十八周多,早上一直没感觉到太冻,之前做过B超,宝宝绕紧两周,给我下的马上去,医生叫我住院,每天吸氧,听胎心,坐胎间,还好,医生说宝宝情况还可以, 不用剖腹,可以等待自然发作,住了五天院就回家了,期间和家人一直犹豫要不要剖腹,害怕宝宝情况不好,又想顺产,医生也说要近两周不是剖腹产指标,犹豫好久,快四十一周时早上监控,直到这次是真的了,收拾东西就去,第二天晚上发作自然顺产,一切顺利,感恩祈祷, 你是否有相同经历,欢迎在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观看